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够是一楼二缝 一楼双缝 一楼三缝 或者一楼很多缝呢 那是因为你一旦有多于一名以上的女子在这里 比如说性工作的话 这就叫做集团式卖淫 在香港就换法了 你经营卖淫场所 但是你只要一个人就没有问题 所以这算不算香港政府的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呢 香港向来对这个性工作 性工业 是采取一个很模糊的灰色的处理方法 就是说如果你是有那种 香港很多人知道叫马夫对不对 马夫是什么呢 不是指的马会麻场里的牵着马那个 拉皮条的 拉皮条 那不是我吗 对 就是马夫斗嘛 对 就是这个马夫呢 像他这种人呢 有他这种人给你牵活啊怎么样 那就已经犯法了 那就要集团式了 对 你但是听说现在像英国这些国家呀 就开始在探讨 就说要不要一拖二 不是一拖二呢 是要不要就是说 本港凤姐也提出这个 就是说你警察就是说 我们一楼一奉 你知道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就是一个女人一个嫖客 是 这个太危险了 所以现在说英国现在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说再有一个一起 姐妹们互相照应着 能不能修改法律 因为什么呢 就是这种情况 凤姐是受到威胁特别大的 对 一直以来都是 这些天香港 你想 哎呀 说起来也是我们大陆妹呀 都是我们大陆妹呀 全都是新移民 就新移民过来的 哎呦 那个惨呢 我觉得有的 你说这个穷苦人的日子 我看见有一个凤姐 是新移民从内地到了香港 有老公 有孩子 老公太收入太微薄了 所以她是偷偷瞒着老公 到一个堂楼租一个房子 自己去卖银 是吧 给帮补家用 一般这个肉筋 你想都是多少钱 300港币 500港币 这都是 所以受到最大威胁 这几天是三四天之内 连环杀手 四个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凤姐被杀 你看看这个报纸上的这个照片 他们怎么办 人家他们是没马夫 他们一般都是通过网上 网站或者在报纸上登广告来招来 这四个女孩子 死因呢 都是一样的 就说这个人啊 好像啊 也没有什么 就是 哎 你再看下面这照片 好像还有 对吧 这就是 这个人 就是传说当中的 这个所谓南亚裔的 24岁的男子 嗯 就怀疑就是他 怀疑是 你再看下面 不是已经抓到了吗 你看现在下的 这这一楼一缝 大家看到这个房子门口 这妓女都关门了 off了 就是收工了 嗯 吓的 你知道吗 现在甚至还有这个凤姐 就是说 要在屋里设那个平安钟 嗯 就是说报警 甚至还有这个妓女 开始学永春拳了 就自卫 就这小子就是说 最新发现的前两天 那个哎呦 那就个个都是拿毛巾捂住嘴 勒脖子 窒息而死 前几天发现那个呢 我觉得那个挺惨的 那个就是说 你看他一楼一缝啊 租一个房子 本来可能是第一个 比如说是阿娇 对吧 不是那个阿娇啊 就比如说 本来是阿娇去缝 哪壶不开提 哪壶 不行 那阿萨不行 阿萨也不行 齐齐啊 齐齐 本来是齐齐 齐齐的斗 齐齐的屋 但是齐齐那天有事 或者身体不好 这个人呢 是带工的 带工的 杀杀 就遭遇到 被发现的时候 身上都出现尸斑了 就是身体脱光了 跪在那个马桶 前面 也是窒息 所以这几天 城中话题啊 其实我不是说 要提倡这个东西 因为我一直觉得 这个所谓的性工作者 是社会一个必需品 因为讲他们 也是一个服务行业 像以前台湾 有所谓的华西街 就是我们台湾叫做 红灯区 公仓嘛那是 那个时候 我们是有公仓的 就是说 他们是集体受到 受到政府的保护 固定时间 要去做身体健康检查 也保护这个客人的安全 所以我不晓得 为什么香港 这么一个开放的地方 这么文明的地方 为什么会没有这样的 因为香港从来不开放 我一直强调这个观点 香港是个很保守的一个社会 是吗 当然香港是很保守的一个地方 那就让你各自为真 特许经营 警察向来香港是这样的 我必须讲 因为我跟纸腾很熟 我很熟悉这些凤姐 她的生存状况 他们是很悲惨的 他们很多女孩子 比如说她在经营一楼一凤 那么有时候 警察会上来突击检查的 理论上 警察是不能够抓他们的 因为他们没有犯法 但偶尔会出现一些情况 就是有一些个别不法的警员 去勒索他们 怎么勒索呢 比如说逼他们给他信服务 但是又不给钱 事后不给钱 他觉得那你怎么样 我警察 然后这些事 万一有人想告诉 因为一般你想看 做信工作的人 他不愿意把这事 闹上法庭 他不想闹上法庭 说我要告那个警察 他在了我便宜不给钱 那就大白于天下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有时候 遇到欺负了 有些客人对他不好 他去报警 比如说有时候 常常有些凤姐 被人暴力对待 被嫖客 他就报警 到了警察局里 警察戴着那个眼睛 就不对劲 看着 那你活该嘛 你就干这行怎么样 都是用这样的方法 就你说这紫腾组织 他们不是就联络很多 这种所谓凤姐吗 性工作者吗 七成的人都受过这个 就暴称啊 受过嫖客的欺负 虐待 那当然就是势子 剪软的捏嘛 知道你 你就是见不得光的嘛 对啊 我觉得这个 你没有反抗能力 你说我在报纸上看 有一个凤姐 这也是我们大陆姐妹啊 就是说 我觉得她的心里啊 她日子特别穷 她拿这个中原 但是呢 她拿这个中原呢 她觉得没面子 怕别人瞧不起 就说你这拿救济过活的 所以说为了自尊自利 自爱自强 她去做凤姐 来谋刑 你说这多可怜 笑贫不笑仓哦 对啊 就是最典型的 香港是这样 所以我看见最新的新闻 你知道这几天 因为这事闹起来特别大嘛 现在这个警察 一时抓不着燕照门 那Killer 我发现抓这个 几天之内 说是这个24岁的 所谓南亚裔的 这个男子 因为呢 就怀疑是他 我现在看到这个新闻 逮着了 但是当然不能肯定说是他 你看这新闻 被捕的是一名24岁 巴基斯坦男子 他在凌晨被送往警署调查 警方表示 被捕的疑犯 持有香港身份证 没有精神上的问题 不排除未来 有更多人被捕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是不排除 他是同一连军的案件 都是有关的 但是我们的调查行动 仍然是 积极地进行中 也都不排除 稍后时间 会有另外拘捕行动的 警方18日凌晨 在中环的港澳码头 将疑犯拘捕 在他身上搜出分别属于 两个被杀性工作者的手机 另外 17日下午在香港 北角遇害的性工作者 将会在18日验尸 确定死因 凤凤卫视邓南子 香港报道 其实你知道吗 我一直在想说 这个人作案的动机是什么 他在短短三天里面 杀了四个女孩子 有一个是在两个小时 就是 一个小时杀一个 对 但是你知道吗 这四个受害者的 共同特征是 他们四个是性工作者 没有一个人受到性侵犯 所以他 你可以说他是为财而去的 就是洗劫一空 但是我又不觉得 你这样子讲吧 他的肉筋也就300到500 他就算一天 接了十个客人 他能有多少钱 所以你说 他真的是为财而去的 我又不觉得 因为他如果是不惜杀人 连续三四天 这么去杀人的话 你干脆去打劫一个山顶的 或者是打劫一个 所谓的中产阶级的 你拿到的钱 可能都比你杀了四个人 打劫四户凤楼之后 刚才不是说吗 说怀疑可能精神 有问题 你知道这是一类杀妓女的 你像这个上个世纪 是吧 最出名 开堂手杰克 专杀妓女的 还有那个加拿大 你记得那个皮克顿吗 那小子就是杀了五六十个 很多人都是 弄成那个肉酱 然后放在农场 喂猪 对 连环杀手很多种 对不对 有一类型 这是一种犯罪学上面 是有一种专门的 类型的杀手 连环杀 专杀妓女 他们觉得他们很误会 对不对 他是很复杂的 就一方面首先呢 他多半有一种欺凌弱小的心理 就是我要欺负弱小 杀一个 就等于比如说 有人喜欢虐猫 虐待小动物一样 他把一个妓女 当成一个弱小的小动物 小猫小猫小狗 我来虐待 来残杀他 这样子我很满足 我很快乐 但是呢 而且妓女特别好的地方在哪 就他不只是弱小 而且是一般社会上觉得 他是污秽的 肮脏的 所以你在残杀他的时候呢 你不只觉得自己没有 你不只觉得自己没有犯罪 你还觉得自己是替天行道 你还觉得自己是站在正义那一边 有一个外国的那个嘛 就是他杀了这个妓女之后 把这个尸身摆成一个个的十字架 这就跟那种 就是魔鬼 银鞋 还有一种啊 就是在妓女那碰过钉子 或者受过错 或者被妓女啊 拒绝过 拒绝过 嘲笑过 对 不行过 是吧 这家伙就是 然后就反过来 就开始用这样的方法来报复 反正这件事你最熟了 怎么就我最熟了 你不是老是做法治节目吗 对对对 这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方面还是闻到手 对对对 我也不客气了 对了对了 就其实这个 你看这个性工作者组织啊 除了这个香港 除了有纸腾之外 还有一个叫青鸟 他们这两个组织 这几天都不约而同 发出一些声明 就呼吁了香港人呢 不应该再歧视一楼一缝 希望政府正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这个社会 因为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比较尊重性工作 或者起码不歇视他 或者起码不歇视他的话 一般而言呢 他们受到的暴力的对待 这种甚至于这种残杀的情况都会比较少 比如说像荷兰跟澳洲 针对妓女的或者性工作者的这种暴力虐待的行为相对是比较小的这种机会 就是因为社会上比较承认你 台湾呢 台湾自从被废了工厂之后 但是据我所知 因为台湾据我所知啊 我也没有真的是 台湾应该是没有这个所谓的一楼一封 你不可能是公开了你在那个什么 什么门口挂个牌子 现在正在营业中还是什么东西 所以一般来讲 他们应该都是有所谓的 组头啊或者是马夫啊 就是他们肯定都是受一个集团在操纵他们的 对那你看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但是他们在OK 即使你被集团操纵 你可能拿到的钱会比较少 因为你要被人家抽成啦 但是起码你的人身安全可以受到保障的 对这就另一个问题 就香港现在呢 其实性工作者大部分都不是一楼一封 大部分呢都是集中在那种 映照的有组织的 卡拉OK夜总会里面的那种 那些都是有团体的有黑社会的 那么你想想看对这些人来讲的话呢 他们可能是为了安全或者为了什么 要投靠这个黑社会 你这样子等于是变相的帮黑社会在赚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真的是要应该重视 就是说就像广美刚刚讲 这个行业其实人类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 你没办法消灭它 你就不如想办法怎么样导振它 我了解一种程序 但是不是我 我听一个香港老嫖客跟我跟我讲过 他这个有马夫带的这个 其实是挺 就是说你看他这个程序 你知道香港有各国妓女吗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该叫妓女 性工作者 你要什么 就是你打电话 打电话 什么婶的 什么族的 什么国的 是吧 花就来了 当然可能是骗你的 对吧 你要个西班牙的 没准是个印度的 那但是你也分不清楚 对不对 反正你要问日本的多败是韩国的 你听见了吗 就是他有这种可能 但是就表面上能给你整井 然后呢 A货来的 你可以把他叫来 叫在酒店房间 或者当然这是违法的 是吧 或者叫到你 你的家里 但是你看哈 一开始就是马夫 一个男的 他给你打电话 啪啪啪 然后说十分钟之后 这个人就上来 这女的嘎嘎嘎嘎上来 上来之后 他先给这个马夫打一个电话 就说我来了 我到了 对 那马夫其实肯定 我估计在附近看守 你知道吗 估计差不多时间了 就完事了 这个女的拿了钱 就要给这个马夫打电话 如果这个女的 好像多长时间不打电话 那个马夫 他因为他知道你的这个电话 所以你知道吗 不能随便叫 有的时候人家掌握你的电话 在香港发生过那种 就勒索你的 因为知道你家里电话 有些那男的傻的 老婆跑了 老婆不是跑了 老婆出差啊干嘛 自个儿在家闷嘛 就这么叫到家里 最后就被人家掌握了 你家里这个电话了 你知道吗 上了几个大汉勒索你 对 但你不要说香港 北京也有啊 对不对 北京 对 我跟你说 我在北京 我跟你说 我收到手机短信 大哥你好 我是小燕的朋友 谁是小燕啊 你听我说啊 我有个表妹 刚从老家出来 因为她家里很穷 她还是个小女孩 是处女 她希望能找个人帮帮她 我知道你人再好 也不可能白白帮她 所以她考虑好了 把第一次献给你 希望托你帮帮她 行吗大哥 净收到这种信息 这都是不认识的 就随便发过来 就发 那你是乐善好施的人 没没没 你帮人了吗 不敢随便打 这玩意儿 谁知道就骗局啊 对 她就算本来是很想 这个无偿的帮助人家 她也不敢打 你知道吗 对吧 你看我有一回 我约了文涛啊 在北京某家 五星级饭店的顶楼 咱俩自己喝咖啡嘛 对 你记得吧 那回 然后我跟她 我跟她说 我吓了一跳 为什么 那个计程车啊 那个打低啊 我打低嘛 到了酒店 快到酒店门口的时候 忽然 有两个人 男的啊 一涌而上 围着我那个计程车 两边门同时打开 我以为是要来打劫的 结果不是 门一开 随手他们扔进 啪 一堆子扔进来 踏片 踏片 然后我拾起来 一看上到是 韩国模特尔 俄罗斯美女 说 没错没错 这样搞 五星级酒店 而且你知道 那天在网上 还看见一个 挺著名的事 146个官员 所以你说这个啊 你说 你信不信 说有一福建农民 有一天看到了一张 一个阿湘 那个女孩子的照片 说呀 好艳啊 好美啊 阿湘啊 这看美 突然一个计策 记上心头 他于是在泉州建设银行 开了一个账号 然后呢 不知道从哪 现在在 有时候在网上 你能弄到很多官员的 那个通信地址啊 什么的 现在还要公开电话吧 他就写信 说 大哥 我是林阿湘 我在什么什么酒楼 你好长时间没出来 应酬了吗 是吧 最近呢 这个扫黄 取第三赔 我失业了 大哥 我希望你能帮帮我 往这个账户上 汇点钱 你要是不帮我 我生活过不下去 我可是什么事 都干得出来的哦 最后 你知道结果 146位官员 总共给他的账户 汇了37万多元 我不懂 那官员 为什么要理他 因为他想不 他撒网捞鱼 那可能 哦 这个官员忘了 有没有这个阿湘 是吧 忘了 他哪知道 万一真的是呢 你先把 破财小灾吧 给汇点钱吧 好厉害哦 你可以这么做 你也这么做 我叫小美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光美好像告诉我们 一个不幸的消息 是吗 没有没有 其实我一直在想的就是 我觉得性工作者 是要留一条生物给他们 所以我其实从很多年 就一直讲 我觉得 不能讲说 在政府赞助 但是我觉得要 要企业化 管理这个 作为一个一个女子啊 你打心眼里说 你对这些从事 性工作者的女孩子 是个什么印象 我觉得我寄予 同情吧 你像我就听见 有的女孩子说啊 她就是觉得 那就是 就是说 惨到什么程度 也不能干这个事 就是就是说 实际上她心里觉得 那些女孩子 就是低人一等 我会 我也自己觉得 我不管今天 惨到什么程度 我也不会去干那一行 但是但是 有些人是真的是 身无一记 他字也不会写 他看不懂 他是个文盲 他从小家里那么穷 我相信没有人是 自愿去当妓女的 当性工作者 个别以此为乐的 我在杂志上也看到过 是吧 而且我 我曾经做过一件事 就是香港 他们办一个展览 就发照相机 给这些性工作者 每一部相机 拍自己工作的地方 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 我自己最喜欢什么 然后办了一个展览 办的还挺成功的 你也叫门展览吗 不是 他真的很有意思 比如说 那时候我还去给他们剪彩 给那个展览的画色 写了篇序 因为他们那个展览 展览到的东西 是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 比如说 他有的性工作者 他会展览 比如说我自己 你看我这个工作的地方 我这个枕头部 我自己去缝的 我很喜欢这种颜色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比如说 他原来有的 还养了小猫 就是平常客人来了 我就把他先关在什么地方 这只猫陪我度过了 很多很多的时光 然后说 当有空的时候 我就会在这看书 有台写诗 这就反映了什么东西 他跟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都一样 跟我们都一样 他会喜欢小动物 是 他有他的生活 然后最妙是 里面有一些呢 有一些个别的 他说他喜欢这份工作 为什么 他的理由就是 因为他这份工作 让他觉得他是自由的 他反而有自尊 他觉得如果 他在别的地方上班 比如说或者留在家里面的话 是会被老公压迫 或者欺负 你像 你记不记得 前一阵香港那个 已经辞职的 那个广播处长 招的那个Coco Coco就是 那个 那个 那个夜总会 什么 小 就是小姐吧 小姐 然后那个 Coco不是火了吗 火了之后 内地有那个 唱片公司 还是什么公司 就要包装 说我们给你投资 我们把你包装出明星 但是你看 人家Coco 就来自四川的 这个女孩子 说 我才不要当什么明星 我的理想是要当 全港最有名的妈妈嗣 最火的妈妈嗣 他 那 文涛你觉得 这个工作 算 我跟你说 今天我就发现 挺有意思 就是说 我在报纸上看到 法官判一个案子 也是有一个人 叫机不给钱 然后那人不给钱的理由 是什么呢 说 就是说 身无分文 后来这个 这个 凤姐啊 打电话报警 确实他身上 一分钱都没有 然后没 你没钱 你来干什么 后来就上法庭了嘛 上法庭 他的律师说 他呀 有那个帕金森症 他吃的那个药啊 说吃多了 性欲就高涨 他自己也控制不住 所以 这个给他解释 但是你看 这个裁判官最后 他讲了一句话 说 即便是从事 不道德的交易 不道德的行为 也得付钱 那么你就说 这个事儿 到底算不算一个 不道德 但是可以允许的行业呢 所以 这个就很难界定 为什么性工作 在格兰 就是可以 大行其道 为什么是合法的 为什么 去到其他的国家 就不可以 我真的不觉得 是不道德的事 尤其是 你真的要